大家好 我是King Sir 姚貞強 今天繼續請來另一位地產界的老友 早幾集我們最主要講的是香港本地的住宅 以及一些舖位的投資 今天我們走遠一點 飛遠一點去日本 說到日本樓 我相信大家也認識這位嘉賓 他有日本樓的icon之稱KOL 他是誰?他是世紀二十一中華物業創業人 楊觀華先生 Alex,歡迎你 你好,K Sir 謝謝你,我們先接受訪問 我知道你投資日本的物業 有很多的經驗 也知道哪裡爆升 哪裡的未來走勢 今集就不說日本樓 先說說自己 我知道你最近買了一輛靚車 即是跑車的 我們時而夢想的跑車 我們買了一輛這麼小的 我也是跟你學習 1比240那些 你那一輛1比1的,很厲害 還要買豪宅電話 但問題是看了樣子 就不像是富二代 也不是很有錢 我就是大家熊夫仔 我想了解一下你 如何賺取第一充金 首先今天很榮幸 受到King Sir邀請 King Sir也是 一說到樓便是香港人的icon 其實King Sir 剛才問我 譬如說在香港 以前 因為我們現在是智庫通 第一充金 其實我覺得現在來說 說回以前賺第一充金 其實都是一樣的 都是努力就OK的了 我記得在2003年和2004年的時候 我剛剛創業做生意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數字 那時候的年收入 是可以有七位數字的 其實2003年是SARS 即SARS也可以找到七位數字 2003年中至2004年這一年 因為我自己調出來做生意 其實那個環境是很艱辛的 但是也有很多機會 其實經常有危有機 第一充金都是創業 是的 但是打工的時候 找到第一充金 即是很難找的 很難儲存 就是找多少、花多少 很多時候都是 其實是這樣說的 財務自由做生意有兩個方法 要麼買樓、要麼做生意 很多時候就是… 那你已經全部做了 你已經全部做了 如果說回以前買樓 好像比現在更容易 以前更容易 因為我記得我在2000年的時候 你可以買一層、兩層 都是幾萬元首期 因為我們那時候 可以做到九成半按揭 那我記得那時候 譬如2000年或2001年 我每年都有買樓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又不用什麼首期 接著收到租金 又夠銀行供樓 很過癮的 那買一下又做生意 同一時間 你有一些磚頭拿一下 又有些生意做一下 那時候你不怕嗎 譬如你買樓 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還在下跌 掉到03年 還在下跌 雖然說收到租金 但是一年下跌幾個 一年下跌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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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不擔心 就下跌口負資產 我們那時候反而這樣算 我們在2000年買樓 譬如我去買銀主盤 或者買二手盤 我們比起97年、98年的價格 我覺得我2000年買的那層樓 已經是很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 接著又不用首期 又不用什麼首期 接著收到租 又差不多夠公樓 我們已經覺得很便宜 當然你剛才也說得對 即是打了折 五折、六折、七折 你可能說2000年買了 01年又下跌 01年買了 02年又下跌 去到最差的時候 去到03年 但是我那時候 是打算收租長差 就不是說 今天買明天買 所以就沒事 有的就只有它 你跌到零也不要緊 最重要 我每個月是租收 你還沒賣 你沒有賣到 始終要上去 你總之收到租金來公樓 那就算了 但問題是 我知道你以前都住西貢 好像說 是嗎 其實我們 即是出世間住西貢 你也是有錢 客家人出名 是窮到窮的 是嗎 基本上那些 是西貢豪渣 鐵皮屋的豪渣 有鐵皮屋 有鐵皮屋 西貢最多是甚麼 西貢最多是那些寮屋 牌子屋 有些東西放在外面 客家村 全部那些瓦頂 那些 後期現在才有跌碎 我真的說 住西貢 背了臉 還有屁股屋 西貢最窮 告訴你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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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是街市的 出世的時候 王國街市的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以前的環境和現在 其實基本上的改變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 譬如說你自己做生意 或者眼光 或者買不買樓 是導致到的 譬如好像早前 很多大陸的廠商倒閉 生意不好 但因為他早年 可能在香港買到磚頭 那磚頭又救了一盤生意 其實都是 巧妙都是來來去去到兩樣 要是磚頭 要是做生意 華人社會 可能大家都是用磚頭來致富 無論你在香港好 國內好 或者是東南亞 華人社會 很多都是拿著磚頭 好像去到日本 我知道你也在日本做生意 那時候是怎樣的情況 那好像… 為何走過去 無端端 很長篇 是嗎 不用說七七奴溝潮事變 才開始說 也不用說 那日本經濟侵略 簡單一點就是 其實我們在… 我自己在香港… 你賺到錢 03、04 都是七位數字 是嗎 很多錢 你03、04 也在說 但是上帝要你滅亡必先 要令你瘋狂 那我們從03、04 一直拼命做生意 做到十年 去到一、三年了 過去那十年 我們經常聽到 那句說話 得據點得天下 一賺到錢我就開分行 一賺到錢就不斷拼命開分行 誰不知 一去到曾蔭權年代 2010年的時候 開始取消投資移民 我記得那時候是 2010年的時候 我剛剛在羅湖的關口 租了一個 一個店鋪 就專門賣香港樓 給內地的老總 那時候一出 就出了一個 剪了650萬的投資移民 變成1000萬 變成1000萬 然後再剪 然後去到後期 CY 累積到現在出了15、6次辣椒 其實呢 你知道我們 不是發展商 樓價高 不關我們事 我們是做transaction 樓市的成交量 是不斷的萎縮 其實如果說數字 以前說十年八年之前 一年是十幾萬宗的transaction 平均每個月都有一萬幾千單 或者慢鬆一點點 現在萎縮到只有幾千宗 而幾千宗裡面 大部分都是一手 一手就去了發展商那裡 可能是新界的地方 我們做市區地膽那些二手行 基本上可以瓜分到很少 還有大行做完 大行做完一手 大行做完一手 大行都沒有什麼二手 現在 所以那時候見到 那個成交量萎縮得很厲害 我覺得在2003年 到2008年都經歷了一個風浪 由2003到2008年 中間有一次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 我們過去賺到的幾年錢 可以在2008年輸回去 一年輸回去 因為2008年金融海嘯 歷時大概七個月左右 那七個月可以即是沒有生意 沒有人買樓 全部來租樓 如果你記得那時候 一去到金融海嘯雷曼爆煲的時候 那些人是完全不買樓 拿不借錢 那時候我都沒有生意 他只是來租樓 如果我們做門市 全部就不行了 可以一個月就燒一架 法拉里的價錢 因為你舖租工 你十家八家舖 你就算了吧 過去那半年 就由雷曼爆煲那半年 就真的一些盈利 以前賺到的盈利給他 接著去到2009年 洗紅機賣天洗的時候 那個成交量又慢慢好回來 接著一好回來 我們又拼命開分行 去到2013年 基本上我都覺得 不可以再這樣做 你再開分行就是自殺 燒銀子 就是每個月推格 快點下海 因為這個… 推很多格 留一格給我 你不要推那麼多 金融海嘯那時候 大佬 如果推到現在 你金融海嘯那七個月 是輸得很厲害的 那個虧損 但是去到2011、2012年的時候 成交量都在萎縮中 去到2013年的時候 就很明顯了 就真的跌下來了 那我那時候覺得 其實 那個方向可能要錯了 不可以再分行了 那我就作了一個決定 就是收縮香港的業務 以前十幾間 收縮一半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資源 就去澳門開 去上海開 去東京大阪 這樣開分行 因為我們的市場就在亞洲 產品就在日本 或者在香港 然後呢 去到2013年 我就 機緣巧有一次去到日本 有個朋友想買樓 叫我幫他看 因為我是捕捉低位 就比較準些 高位我就捕捉得不漂亮 就是 可能三兩三年 就賣了 就倒心口 但是低位呢 譬如2000年我有買樓 1213也有買樓 就是2001 2003 或者2009年 這些位置 我們全部都有買樓 我自己拿來收租 但是問題就是 高位就可能捕捉得不漂亮 可能騰訊你三十幾元 三元入 三十幾元走 為什麼現在去到 三十幾元 五百四合一 兩次 所以基本上 低位呢 我就看得都好像挺好的 接著有一次 就機緣巧去到日本 那我朋友 打算買樓 叫我給我一些意 誰不知我就買了 快過他 他又沒有買 你又買了 買完了 他最後也有買 不過我買得快過他 接著我就引入了一個產品 就由日本去到香港 那時候都不會有香港人 買日本樓 又 幸運 有很多人覺得這件產品好 雖然去到今天 這幾天搞展銷 那些舊客戶 四五年前跟我們買 都來了 都很開心 真是捕捉到的聲浪 那現在還加碼 加貨 門貨 買漂亮些 去到2013年之後 我們將分行去到東京大阪之後 很明顯就是因為他那邊 又有一個更新的經濟體 香港現在高鐵 和港珠澳大橋通車 都浮現出來 大動物打通了 打通之前幾年買才有用 你現在買 有能力當然買 美水少少 也有的 美水少少 最大的浸被人賺了 我之前看過 King Sir這些報告都很漂亮 還有一段時間 有運行的香港 不過如果你說相對 如果去到十年八年前 買入的模式 和按揭和價位 所以我自己都看好東京和大阪 所以就把產品介紹給香港人 澳門人 和不同地方的中國人 其實每個人 有上海、澳門、香港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銷售方面 或者他們的喜好 很大分別 King Sir 例如香港人 只是說回報 和有沒有potential 爆升 會不會好像十年前香港那樣 這個很重要 但是香港人就特別些 因為香港人去年 有200萬人去了日本 有四個香港人 就有一個去了日本的了 去年 你一年都去三、四次 和家人 每次在日本都碰到你的 不用約的 是嗎 還不記得請我吃飯 下次請我吃飯 記住 而中國人就有很大分別 中國人 老實說 你中國人做放數 利息也不知多少 20幾年 現在不會那麼貴 要不要過來日本 那裡收利息 要不要用來回報 香港人和中國人很大分別 就是 中國人 就要走資過來 資金出去就安全 基本上 他都不是很關心 你的會不會回報 他最重要就是 買到一件他喜歡的東西 度假也好 收租也好 自住也好 各方面也好 但是他就是移民行第一 就是他拿身份的 就像我們以前650萬 投資移民那樣 拿身份的 OK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很多謝阿易斯 下一集繼續阿易斯 跟我們講一下 未來日本的樓市走勢 和投資的機遇 下一集再見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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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